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我们有讲到说 我去油站做工第一阵工 我去帮人家打油 为什么叫做打油 这个好像在提精水啊 拿精水的时候 对 去放那个油上来 然后我去做的时候 我的工钱是一个月15块 哇 麻痹 60年代一个月15块 就卫生那时候 一月15块工钱 吃一顿饭要多少钱 吃一顿饭三毛钱都可以吃到饱 三毛钱吃一餐饭 三毛钱 三毛钱吃一片叉燥都吃不到 一片都吃不到 然后我 为什么会进入玩业务 因为我去打歌牌 一天才打一个小时 8点打到9点 一天六块 然后打三天就已经18块了 哦 比较好赚 对 生活 生活 为了生活 那时候是因为 多三块就多三块 对 那时候是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才比较少吗 人才也比较少 那么那时候我玩也不见得好 不过因为没有人才嘛 对 然后薪水又很可观 我玩三天就18块 然后一个月我只玩三天 对 我有时候玩十天十五天 哇 那个薪水就很可观 所以我就踏入这一趟 就从1968年的开战 开战 开战 会转入到这个娱乐界里面 就是因为完全是看到一个很可观的生活 来到 娱乐界是赚钱的 也是说是一个机会 所以从黑胶碟 卡带 CD VCD DVD 到现在我们 YouTube 就经过那么长的那个 时代变迁 老师你怎么把它是 转换 转换到 它的形态 可以到今天 可以 我1970多年 就被马来西亚的一间 大型的唱片公司发现到 就是利峰长片公司 利峰 呃 没出过 没听过 没听过 ok 你记得多年我刚刚出事 我还没有出事 还没有出事 所以没听过 那么之前我不是讲说 我在西班团 那个就六块一天 如果达满三四天 多少钱 180块 180块也算不错 对 可是我 对 后来我就发觉到 那个收入还是不够了 够了 我就学电子琴 啊 那时候已经手电子琴了 然后 电子琴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 自弹子唱了 哦 刚开始出道的时候 只是玩音乐 没有唱 啊 没有唱 帮奏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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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觉得那个薪水 对 还是差一点点 对 所以你才开始自盘自唱 自盘自唱 就从1970多年开始 对对对 就是1970年 70年 哦 那么那个时候 对 那个时候很流行一种叫做咖啡厅 咖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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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里面 以前都是咖啡店 后来流行咖啡厅 咖啡厅 就是里面有冷气 那么喝咖啡是有冷气 又有歌厅 哦 还可以跳舞那种 没有没有跳舞 只是听歌 其实咖啡厅 会不会像我们现在的一些 像我们现在的那些 像我们现在的那些 对 对 以前没有喝酒吧 可能就是喝咖啡 哦 奇怪老师 以前的咖啡厅是晚上营业 还是白天营业的 白天都有 哇 以前的人是白天都在听唱歌 现在的人只有晚上在听唱歌 然后他们下午3点就开始营业 你可以进去里面吃东西吃面 喝咖啡 又有冷气在面聊聊天 那么下午 然后是播营业 到了晚上8点就开始了 然后有现场 现场 他没有用一堆 因为咖啡厅 咖啡厅都不打钱的 哦 不要小心啦 对 对 对 忙一家去 有一个小舞台 我让人看 那么 我的薪水 一天是50块 哇 哇 56 16块 50块 你唱30天就1500块 1500块 也就是原本只是谈伴奏的 十倍的工钱了 对 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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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年前 一个月有大概千多块的薪水 真的不简单 三毛钱吃一碗面 对 你一个月的工钱可以吃很多面 对 那那老师是不是有很多 哈哈哈哈 银行里面很多很多村款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么 1972年 我就在我的家乡 八肚八虾 买一间 单程排屋 1972年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一间 排屋多少钱呢 2万2 22 零价屋还是排屋 排屋 豪华 豪华的排屋 豪华排屋 2万多块 当时那个家2万块 多大间了 可能 就是 22成70 22成70 很大间 很大间 我还以为是 廉价屋2万块 不是廉价屋 不是廉价屋 因为在咖啡厅 咖啡厅 自谈自唱 那么薪水 比别人高 然后 那个时候 70年代 电视机 还是黑白的 哦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 马来西亚 只有三个台 就是 只有两个台 就是 RTM1 RTM2 两个台而已 黑白 然后 没有消遣 也没有 也没有 卡拉OK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 除了 来咖啡厅 听歌 回到家 电视也没有接触看 就是 听 radio 或者 听黑椒唱片 对 那么 我在那个咖啡厅 自谈自唱 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消遣人 所以 那个时候 很流行一种风趣 就是 歌舞 是 我们现在的歌舞 巡远团 不一样 不一样 那时候的歌舞巡远团 都是唱片科系 哦 哦 啊 比如说 这个 唱片公司 A的唱片公司 哇 她有她的一般科系 嗯 巡远马 哦 明白 巡远演唱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母亲他们去看过 一个叫张小云的 是不是这样子 那种演唱 对对 然后是 买票的性质 哦 哦 这是演唱会的性质 对 就是演唱会啊 哦 那么全部都是唱片歌星 不是歌手 70年代已经开始了 对 唱会了 然后卖票哦 3块钱 5块钱 10块钱 3块钱 当70年代 3块5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数字 对对对对 一顿才三毛嘛 对对 这也是 收入要过得去的人才能够去看这个演唱会的哦 对不然你就买3块钱的票 啊 坐后面后面 坐后面哦 10块钱多钱 那3块钱可能都是她一个星期的工钱了哦 对啊 有可能一个星期的工钱了 对对对对 可是呢以前哦 每一个团巡远团来都是包的 都是包的 因为没有 没有小钱 没有宜乐 哦 那么这些巡远团哦 一个月来一次这个团啊 一个月大概只有两团来 啊 所以你不看也没有 所以一定到你 那么其中有一个巡远团 很出名的就是立宫 唱片公司的巡远团 他的歌星是邓丽君 哦 李毅 哦 李毅啊我们的歌王李毅 对对对 啊 还有客家歌王邱青云 嗯 哦 还有 对对 还有王小军 都是实力派的 那么他们是全马性哦 巡违的 就是在柔国中 然后就在巴骨巴乡 然后马坡 马六甲 纪罗坡 然后又上尼巴 太平 然后就冰城阿罗斯巴 全国家巡违 哦 哦 那么就是他们巡违到 巴骨巴乡我的家乡的时候 那么他们住的酒店就是靠近我表演的那个 自己 那个咖啡厅 咖啡厅 咖啡厅 对对咖啡厅 所以他们表演完了 这个巡违团邓丽君的巡违团 就来这个 咖啡厅 吃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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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宵夜嘛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地方好吃 你就要来那次 就发现我在那边自探自探 又很搞笑 那么呢 马来西亚的客家阁王邱青云 就推荐我进立方唱片公司 哦 那时候你跟邱青云已经认识了吗 我不认识 就是当天晚上认识的 当天晚上认识 然后他就推荐 然后我就去去基隆坡 我是在巴鲁巴乡 然后就上基隆坡 去立方唱片公司 是audition 就是视频 是我的技术 结果老板 滑手而已唱片 所以 1979年 我就出了第一张 Organ的唱片 我就一炮而同 哇 哦 真的非常好 厉害 来我们直接喝 来我们再喝水 来来我们再喝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